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帮青年加班 郭董说要帮青年加薪 老公在谁的心中是最软的一块 民进党初选再延恐怕就要输了 赖清德可以守住5月底完成初选吗 522菜籁摊牌 昨天全台湾都暴雨 对 尤其在高雄市大家很担心 因为说有一万多个这个湘寒 对 没错 因为去年823真的是腌到怕 对 而且还说什么6月底 才有办法把湘寒的破洞补齐 所以大家很惊讶 昨天的高雄到底怎么样 结果后来事实上 昨天只有小部分很局部的地方淹水 东南部淹水是意料的 这一次我们高雄经过淹水的检验 是因为我们很多单位 大家全力以赴 包括清我们的沟渠 补我们的香寒 然后注意淹水点 还有整个整顿制洪池 我们多管齐下 这次高雄是唯一就在永安地区 有一点小小的积水 全市都没有淹水的情况 所以过去这几个月我们所作所为 应该是正确的 不停的把沟渠清干净 香寒的破洞把它补起来 我觉得我们这些做法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未来高雄市还是一句老话 国泰民安靠老天爷保护 这个风调雨顺要靠自己 我觉得是说我们市政府这边的努力 一定不会懈怠的 一定要给高雄市民一个不怕淹水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我们基本该做的 好 不管是要清水沟还是要补香 韩总是要有钱 要有经费 所以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在市议会 又再度向行政院喊话 他希望中央能够重新的调整统筹分配款 我们很希望中央在统筹分配款 没有大幅调整的情况之下 能够多帮高雄 因为我发现到一个现象 凡是中南部的县市长 几乎都有一个声音 拜托重新调整统筹分配款的分配的额度 可是一旦忍到了中央做官之后 就马上开始防御 统筹分配款不能动不能动 他永远是两种心态 所以我在行政院开院会的时候 他是一个摸字形 正前方是院长副院长 那我们是做侧变 我第一句话就说 凡是坐在正中央的那一排的 都是反对调整统筹分配款 凡是坐在我们县市长这边 通通是希望调整统筹分配款 所以那个时候坐在那边的是赖清德院长 他也在笑 因为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也希望调整 所以这个循环下去 我觉得会影响太长 未必达到效果 我就直接讲白了 拜托各种可能补助我们的项目 多补助一点 这个比较实际 你要去调整他的那个额度 补助的额度 结构性的调整 我觉得会难度比较高 那市政府的立场 我现在立场很简单 钱不要乱花 土地不要随便乱卖 借款不要随便再借 可是明年度的预算如果真的不能平衡的话 迫不得已 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手段 那这一点要请议员 议会跟高雄市民朋友能够了解 这个新的团队绝对不敢乱花钱 很多钱我们都是很谨慎的在使用 都是花在刀口上 现在第一笔我的预备金 6500万也是为了治水 也是为了治水 我这个钱都不敢乱用 第二个800万 是为了林远 捷运线的规划 交通部连800万都不给我们 800万都不给 那你想想看 选举的时候 从总统蔡英文 到了我的好对手 陈其迈副院长到了林远 都说几百亿的捷运 林远一定补助 现在800万都不给 所以我的预备金 第二批要用就是800万 那这些都没有问题 所有要用的钱 一定会非常的小心谨慎 那这一点要跟议员来报告 好 民众关心治水 更关心两岸政策 蔡总统他执政满三周年 但是有民调显示 有高达六成的民众 不满意他的两岸政策 高雄市长韩国瑜认为说 不只是两岸关系 就连中华民国的走向 现在都不知方向 其实现在不光是两岸关系 这三年来 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走向 就是有一点点不知方向 我讲过强调过好几次 这三年来 蔡英文总统 不知道要把台湾人民 带到什么方向 他实施一个很奇怪 让人无法理解的三不主义 他不讲中华民国 他时常讲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他不讲中华民国 第二个他也不要九二共识 第三个他也不敢台湾独立 他现在2300%要何去何从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反映在人民 对于现在中央政府 觉得非常迷惘 不知道未来要何去何从 所以蔡英文总统应该非常清楚 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告诉国人 要把中华民国带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个 是身为总统 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义务 也有这个大爱 要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人民 好 人民想什么都会反映在民调上面 那最近鸿海董事长 郭台铭的民调数字 也逐渐在逼近高雄市长 韩国瑜了 他自己怎么看呢 听他怎么说 赢过蔡赖跟这个 跟韩国瑜距离拉近 你怎么看 你要好像去试试 人家后市开张 我觉得是民意是如流水 如果你你的任何的作为 不能够体察民意 不能够了解民意的真正的心声 那么你随时都会被民众抛弃 那我在努力的方向 就是更了解我们基层的 我们的老百姓的心声 怎么样做到他们所需要做的 尤其我现在发现到每个地方 大家都要拼经济 拼经济 对不对 不要扫口水 多实做 所以我说 像我昨天在云林 就接到他们 整个顾问 我拿一块钱台币 就帮他们做事 就是说行动是最重要的 你刚刚讲到说要少口水多做事 但是杜正常却说 希望你能够多多少说 我现在已经在做了 对 我想这个 苏院长是个行动派的 但我也比他也行动派 我们曾经在新北市 也认知过 那么他的行动派 我相信 没有比我来做的行动派要好 因为我是真正纯拼经济的行动派 他是有点 这个政治口水的行动派 朱一伦市长说 他拼的是庶民经济 比较符合现在政府应该要做的 我想 朱市长跟我们都是 大家都同样一条 在拼经济 他们庶民经济 加上知识经济 就我说的 这个知识经济并不是说 是高科技 知识经济是改 科技是改善人类的生活 经济是改善一切 所有的生活 所以庶民经济跟知识经济 他本身不相反违背 我想要不要上那个馆长的直播 馆长 这个我看到了 我最近说 馆长在那边健身忙 他身体太快捂了 我现在是练爬山 我想约馆长一起来爬个山 对 这个听说练局 爬山比较慢 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在市议会 面对议员王世坚 咨询的时候 居然麦克风没有关 TOKO就说出了 垃圾两个字 市长 昨天到底有没有骂议员故事 有吗 没有啦 那也不是骂什么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 他跟王世坚是不问手 柯文哲骂垃圾 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请高嘉瑜高议员 不能说 以后我们会跟议长拜托一下 那个麦克风该关的时候要关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 也不一定有意义 认为王世坚哲询无理 那这样算失言吗 针对哪些市政有建议 然后我们做哪些 我跟你讲 他会灵魂 为什么 他没有什么实质的建议 你觉得到底有没有觉得失言 有没有失言 讲的就讲了 那没什么 柯文哲再度点燃战火 不过他似乎不怕不怕 发言尺度 随着政治情势越来越开 所以为什么发现他是胡龙命格 你昨天说备胎市长人选 还在找爱找到的吗 你有建议吗 你这有好的人选 丁手中可以吗 如果选总统柯文哲的备胎市长 会是谁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现在来绿的人选都还没有出来 你要等他们人选出来 他就让他们继续提 柯文哲不点破 国民党盯手中等在那 倒是民进党看不到有谁能 你的船开到哪里了 我就继续走我的 来来来 话中带话 蓝绿若是继续厮杀 柯文哲的小船 很快就变成快艇直达目的 好 再来看到这是最新的媒体民调 韩国瑜跟赖心得两个人 已经拉成平手了 支持度都是40.3% 而另外一方面 这是韩国瑜的网络声量 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们带您从他的脸书 粉丝页按赞的数量来观察 被问到民调数字 韩国瑜不以为意 数字他参考用 而平面媒体的民调若蓝绿对决 民进党由赖清德出现 对上国民党最强的韩国瑜 一周前韩国瑜的支持度 领先0.4个百分点 但一周之后赖清德却急起直追 跟韩国瑜打成平手 赖韩两人支持度都是百分之40.3 没关系 我们的声量跌也好高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述 然后网民自己喜爱就多点 网民不喜爱就少点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我现在专心一心一意 就是在高雄的市政 是不是声势下跌 韩国瑜一笑置之 从选总统一提到自经区 又提到总统到南部上班 一周三天 抛出的话题引发热议 19号上午预告跟神域领合体 逛夜市两天之后 按赞人数破万 但是当天晚间的分享片 截至21号上午 按赞数还没有破万 第一篇按赞没破万的韩国瑜脸书 有媒体人认为这是警讯 但新闻局强调 网路节目完整版 播出过一天 点阅率破16万 我们推销我们的美食 还有推销高雄的所有的一些观光景点 我们感谢沈玉玲先生 网友知不支持 韩国瑜都尊重 总咨询期间 他对民调数字到官方脸书按赞数 似乎都不太在意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也上了馆长的直播 馆长对他的提问都很直接 朱立伦说他现在的声势拉不上来 只能怪自己不够强 他希望借着辩论 让所有人的政策 可以一次说清楚 像网红馆长的直播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话夹子全开 应该要坚持我们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这坚持我们的律程 我们的制度 我们就是民主自由的制度 民主自由的制度 不同意的你可以反对 但是我坚持 一开始就针对两岸议题 尤其到了选举 很容易被贴标签 他也再次强调 两岸交流很正常 需要发展经济 就不可以避免交流 对国民党目前初选 馆长说表面上崩平浪静 私下却是乱枪手射 现在因为情势 当然不太一样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 今天帮韩市长讲什么 但是从我们政党的角度 或是从我们支持者的角度 你也要体谅一下 大家都想要找一个 相共的赢的 所以我也怪我自己 今天的主义论 如果已经是相共的 绝对没找韩国瑜 你知道 朱立伦坦诚 只能怪自己不够强 尽管他的资历最完整 从地方到中央都历练过 尤其郭台铭曾提到 如果朱立伦当选 他愿意当行政院长 这就是对他的肯定 只是声势就是拉不上来 好多人都说你是最适合的 那为什么你的网路声量起不来 或者是你为什么你的直播 我每天讲政见 没有那么多人看 其实我真的要跟你请教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诚 只说要找馆长当老师 而对现况 朱立伦强调 国民党应该要团结一致 而且初选就应该把政策说清楚 我最希望辩论 结果没有 结果我最希望辩论 你宁愿要辩论 我当然希望辩论 让全国人民看看 到底谁有本事 我希望辩论 而且不是只有一场 我希望媒体办 包括馆长你来办 如果大家愿意来辩论 都很好 希望不止一场辩论 左立轮上直播 对议题投入热烈 台北新闻总统报道 美国封杀华为突然暂时留一手 美国商务部宣布提供华为 一张临时的通用执照 有效的期限90天 等于让相关的企业 有喘息的空间 但是华为智慧型手机 未来没有办法 使用安卓系统服务 华为打算用自主研发的系统应战 希望把影响降到最低 美国商务部在美股收盘后宣布 向华为提供为期90天的 临时通用执照 效期到8月19号为止 这个临时通用执照 可以缩减 针对华为的部分贸易限制 主要是让购买和使用 华为设备的美国公司 有缓冲的时间来因应 美国封杀华为 Google被迫跟进 未来华为的智慧型手机 将不能再使用Android服务 重重影响华为海外市场 但华为也不甘示弱 强调将使用自主开发系统 因应这场科技战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 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 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接受专访时说 别人断了我们的粮食 备份系统就能用得上 华为正积极测试自家研发系统 希望能将影响降到最低 但美国政府指责 大陆强迫外国企业技术转移 大陆则搬出具有分量的经济学者 林毅夫出面反驳 在这个敏感时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江西一家科技公司 考察稀土产业 格外引起关注 画面中跟在习近平身旁的 正是大陆副总理刘鹤 也是大陆与美国贸易战 谈判主将 引发专家采测 大陆是否要祭出 被称为是贸易战三大王牌之一的稀土战 因为稀土是各国尖端科技产业 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 根据大陆学者发表的文章分析 中国大陆稀土的产量 是全球第一 而美中贸易战 从经济到科技 每个层面都受到影响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心的是世界卫生大会 开幕的第一天 美国 英国和德国在大会上 都是有直接或间接的挺台湾 像是美国的卫生部长艾萨 就在发言当中表示 台湾的人民应该得到发声的机会 除了刚才听到的艾萨的发言之外 德国和英国都表示 打击疾病及维护全球健康 不应该被国界限制 那台湾的14个友邦也提案 要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 来参加WHA 但是经过了两次的二对二辩论 大会最终还是没有纳入一城啦 我们下期见